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滑燈處上 高雄市鬧區的一間小神壇門口 已經擠滿大批人潮 而且越晚越多人 不分男女老幼一個個合掌助導 因為時辰一道 神明就要降價辦事 手腳越咬越起筋 緊閉雙眼的老翁似乎很有感應 用手腳敲字畫符 難道這裡的神明是以符鑾計士嗎 信徒說 這只是神明處理小事的方法 遇上大事 主公才會披掛上陣 原來眼前這一位老翁就是神明代言人 這間他替人受驚擠監 氣定神閒 舉手投足間卻不失威嚴 旁邊的老翁似乎有很多雷毛 不可以這樣 不雷毛 上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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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嚴厲的口吻 指證星途不能單手拿香 這麼有態度的主公到底來者何神 其實 通靈戴盤子 我通靈坐著 我一盤而已 一盤子一盤子 一盤子我 嘴好像那個照片 好像那個神明照片 我就要說 但是他就要跟你說什麼 那把我灌咬下去 我人就不知道哪裡 因為我的鐵就已經那個媽祖照片了 替信徒消災解惡 手法乾淨俐落 原來竟是天上聖母降價辦事 這名機神沒有華麗裝扮 也沒有凡所科宜 但信徒說他就是料事如神 所以善能信女落意不絕 我是一個身性很樂觀 很樂觀 很好睡 很好睡的人 不過就是因為 子宮方面有出問題 去開桌 開桌出來的時候 我是很替起的人 開桌出來之後 感覺我剛才失眠很嚴重 而且鐵姿 好像感覺我的身心靈 都被換了一個人一樣 就變成我當時 不好的東西 這名蔡小姐說 十二年前 她因病拿掉子宮 卻從此開啟了人生噩夢 不僅夜夜失眠 還經常聽到 看到 不該看的東西 連醫生都找不出原因 簡直生不如死 我在最痛苦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騎一台 腳踏車 騎到沒有人的地方 而且我騎腳踏車的時間 有比較不一樣的時間 都在營營在2點 因為我的人 已經整個精神已經 面臨到要崩潰那個 那麽租邊緣 但是我自己也不清楚 三更半夜騎車散心輸壓 結果適得其反